给别人打工你还想财富自由 开什么玩笑呢 我现在至少不用看别人脸色 不想找个固定工作 只靠借案子赚钱对自己生活 很满意 只想躺平的中国青年张新阳 用中国用语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而且还是一个神童 从小就展现过人天赋的他 十岁就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一路跳级 十三岁考上硕士 十六岁公读博士 一度是中国最小的大学生 硕士生跟博士生 让父母深深以以为傲 可是二零一一年 张新阳在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应用数学博士研究生 接受采访时 竟要求他的父母 帮他在北京买房 而且要一次父亲 作为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的条件 否则就不考博士 当时引发相当大的争议 时隔多年 张新阳也说出了他的理由 可能是事情闹得太大 张新阳自此之后 消失在公众眼前 花了八年 才终于完成博士论文的他 当了一阵子代课老师后 就选择以接案为生 现在的他居无地所 有时还靠父母接济 而他的故事 引起不少中国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认为 这恰巧印证了只看分数 不看素质的教育方式 再加上过早成名 让年轻的张新阳 在面对社会上 各种价值观的冲击 无所适从 恐怕都是造成他躺平的原因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